哈囉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 是FOCUS的3.5代 這台是1.5升渦輪 今天的工作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台車已經有改裝了18吋的鋁圈還有輪胎 這是18吋的 輪胎的話也是很棒的輪胎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所以這台車我們前面跟後面都有附上座 這是原廠後面的上座 後面的彈簧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上座的話都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 KT的話都有附 我們來先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它的避震器跟彈簧是分開的結構 基本上這樣的懸吊設計 在VOLVO V40或者是2代的FOCUS Mazda3都是類似這樣的底盤結構設計 後面的話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6公斤 那今天的車主要求車高的話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要求的話後面大概到剩下一指幅左右 所以會比原廠低蠻多的 那當然有降到這樣的幅度的話呢 都比較會建議車主呢 加裝仰角調整器 甚至是竖角調整器 因為這樣的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當後輪的車高呢 降下來之後 後輪的Camper角度呢 就會變得比較趴 幅度比較多 所以就有可能會吃胎的狀況 所以就建議呢 要加裝仰角調整器 那後面的上座 這裡有一個後面的上座 剛好內置板遮住了 這個是家常的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呢 它是家常的 所以當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會對軸心做全面性的保護 那這台的後面的便利其實很長 行程的話我們也做得比較長一點點 那剛剛提到的車高部分的話 就是從後彈簧的上方 這一個調整器來做調整 這個一般我們叫做Hiro Key 那這個的長度調得越長 它的整體長度越長 車高就越高 那把這裡的間距把它縮小 它的車高呢就會變低 並不是靠筒聲這裡來調整的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如果有嘗嘗看我們影片的車友 就了解到 它的彈簧呢 千萬呢不能預載過多 一旦它的筒聲 旁邊的筒聲調的太短 彈簧預載過多呢 就會有不好做 甚至會有異音的狀況 甚至是縮短筒聲的壽命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要特別注意後面安裝的時候 它的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像這條彈簧我們是打180mm 6公斤的規格 那預載的話呢 就剛好摸到單迷你 壓縮到177mm到175mm 就是剛好的長度 這是後面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呢 剛剛有提到過了 這台車呢 我們也有附上座 那Focus的上座呢 它是藏在飾板的下方 所以我們有附上座的話 是在這裡 而且我們附的上座的軸承呢 是使用日本KOYO的軸承 這是3.5代號 1.5升渦輪的車頭 明顯比2代還要來的霸氣許多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180x8公斤 那有一些油管固定的位置 還有ABS感應線 還有離載串呢 這些的話呢 就是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車高會 車主的要求呢 降的比較低 預計降低 大概剩下輪胎的上遠到夜市版 剩下16mm左右 所以它的長度呢 這裡的間距呢 就會變得比較小 那我們所使用的油風 是日本NOK的油風 主尼友的話呢 是用意大利一層筒進口的IP的主尼友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就比較單純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筒聲它相對的長短度來改變車高 把這個托盤呢把它懸鬆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會變低 這個是1.5升 波輪Focus 3.5代 這台是17年款 前面都已經裝好了 現在只有剩下微幅的調整而已 那拆裝的時候 這台車呢 要特別注意 需要把它仰角上面呢 有一個ABS感應線 這個感應線呢 需要先拔掉之後呢 再來拆裝 才比較不容易把它拉扯 好 再繞一圈一下 好 現在只有剩下車高微幅的調整 好 現在把這裡呢把它拆開 然後把Hirrokey拿出來之後 再來做車高的調整 好的 以上是今天 Focus 3.5代 1.5升渦輪的 安裝影片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 都歡迎跟KT Racing聯絡 謝謝大家